昨天晚上,亚运贵男足四分之一却散,结束了最后两场比赛,最终越南和阿联球携手韩国日本,成为了此强球队,其中越南对阵韩国,阿联球对阵日本,而我们的中国有二三男足甚至连八强都没有打进, 直接在十六强被沙克淘汰出局,就在被淘汰出局的第二天,中国有二三男足全队改建回购机票,没有在印尼过多停留,而回到国内后球队解散,球员们也返回了自俱乐部被战联赛,不过,在男足已经赶回国内的时候,女足还要代表中国足球继续出战亚运会, 今天晚上,中国女足将在亚运会半决赛,迎来中国台北女足的挑战,这是一场中国得比,而另外一场半决赛对决,则在日本女足和韩国女足之间进行, 不管是日本女足,还是韩国女足,都是中国女足非常强劲的对手,在最近几届亚运会上,也是几乎保揽了亚运会女足的前三名,而再碰到日本女足和韩国女足其中的一个对手, 中国女足还得先打进决赛,从整体实力来看,中国女足还是强于中国台北女足,比起中国女足连战连结和恐怖的攻防表现,中国台北女足却是非常惊险, 在八强就显示越南女足在晋级四强,面对中国台北女足这个黑马球队,中国女足主帅贾秀全在三前发布会上,表示球队已经准备好了八决赛, 队员情绪很高,目前队中没有伤病,所有球员都能出战,全处力出战半决赛,中国女足打进亚运会决,赛也是志在必得。